今天好 今天好 你好 我们来参观一下你家 哇 好大一块地啊 哈哈哈哈 哪有哪有 哇 后面那个也是 也是您啊 这么大 我的天哪 这院子里能停这么多车 哇 这是依赖土地啊 依赖土地相当于两五半 哦 真的是 哎呦 还养着鸡 啊 这个也是 也是 也是搭了可以住人的是吗 和前面那个一样是吧 啊 这样搭一间要多少钱啊 这个我们买的时候就是这样 哦 买的时候这个这个房子就搭好的是吗 哦 这个整个买下来多少钱啊 六百来万 六百来万太多 哇 真的是六百一百多万人民币 能买这么这么大个地方了 还带房子 我看看后面 哎呦 那个是果树吗 对 椰子吗 那个是 对 芒果 芒果 椰子 柠檬 香蕉 哇 自产自足了 那那个那个是芒果是吧 那可是芒果树是吧 对 这个也是 哦 这个也是芒果 好像马上要开花了吧 是啊 马上就能结的 这个是什么 嗯 一下就 是果实吗 能吃的吗 果实可以吃 也是水果啊 这都能吃 这太多了 基本上这都能吃 哦 这里你还自己开了个 开了个荒嘛 自己还打算种点东西 哎呦 真的是神仙一样的日子啊 好 在国内不敢想啊 这样子 对啊 不敢想 对啊 不敢想 那国内的话烂 要这么搞个房子的话烂 不得了了 是 不得了了 好 进来参观一下啊 你好 这里就是个厨房 对啊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厅 客厅 这里有几个房间 三个房间 哦 三房 哦 这里有一个房间 这里有一个房间 这个是主房 这个是主卧 您就住这儿 这还有个卫生间 哦 这房子里还有个卫生间 七拐八拐的 哦 挺好 挺好 这里是个衣柜吗 这是衣柜 你这里做了个衣柜 这是 哦 也是干事个厉的啊 挺好 泰国我觉得就这个好 它那个 店的那个热水器啊 很方便啊 真的很方便 不像我们那个还有个大个除水桶啊什么 它这个真的方便 既热性的 我们这就是 中国式的话 就是说 卫生间的门不要 对 长 哦 所以这里做个隔断相当于是 对 那么衣柜就放在这儿 对 这个是中国说法 你们这个房子朝南的吗 晒吗 那要是 就是说这个季节就是 它是太阳偏南嘛 太阳偏南就会晒过来一点 对 所以我们 真正到它的夏季可能还好一点了 是 现在算是冬季 夏季的 我们那个那套东西的就放在这里的 哦 这里就不晒了是 不是啊 现在你是把那套 啪去了什么 放到后头去了 啊 要搬 要搬 就是啊 它带了就是这两个房子 三个房间 啊 三个房间 然后后面那个也一样的造型 呃 房间是一样 也是一样 造型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啊 稍微有点不一样 也是三房也是 啊 也是三房 啊 挺好 一赖嘛 是一赖土地嘛 就相当于两亩半嘛 是吧 差不多两亩半 两亩半 哦 都自己干 这好厉害 真的好厉害 刚才我路上就听说了说动手能力特别强 弄个皮卡什么都有在车上 你看 圈子你看 切割机都有 对 切割机都有 刚玩的 刚掉了自己 哎呀 特别厉害 对 这是芒果树 香蕉哪里结果 哦 真的 嗯 哎呦 这么大串香蕉 嗯 真的是啊 啥都不用买 都可以自己来解决 这个椰子树怎么那么矮啊 对 它就是这个品种 它就是这个品种是吧 对 这个椰子树 这椰子我觉得那么摘就行了吗 我都不用雇猴子 对 他们都雇个猴子去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椰子吗 椰子 我还第一次知道椰子小时候是这样的 很可爱 对哦 从来没见过都很高嘛 这个终于在眼前了 这个就是以后长大的椰子 就像板栗 像板栗 对啊 椰子是这样的 这个椰子怎么这样的身材啊 来来来来来来拿上厨子 那这个是九尺丁爬了 几个尺叔叔 这个真的太瘦了 哈哈 摘椰子了 这现在呀 这太厉害了 嗯 我就没有那个 还知道哪个熟吗 对我上次看过 他们顾猴子啊 猴子就爬上去那么转 转转转转转转转就把它转下来了 那个很高 嗯 那个很高 他们就那个猴子就往上爬嘛 这个不用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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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呢 我们自己转 它呢就是 喝水为主 这个高的呢就吃肉为主 哦 就这个是椰子水为主是吧 对啊 哇这就下来了 再来 再挑 看老的才行 这个 你能认出来老和新吗 也不认识是吧 黄了是不是就老了 也不知道 其实也不知道 黄一点是不是老了 哦 我给你个椰子 来 您就来 捧个椰子 哈哈 伯伯给你们砍开喝 太多了 来我来吧 好嘞谢谢 养了鸡 这里还架个葡萄价 是吧 在晒什么呀 看看这里在晒什么 嗯 橘子皮 橙皮 哦橙皮 那个是什么花 鸡蛋花 哦 鸡蛋花 这是橙皮 哦 这是什么树根啊 人参 哦 这里还有个鸡笼 哎呀 这真的是 香野生活啊 哪里人啊 广州 广州人啊 呃 来这里多少年了 一年 来一年 然后就买了这块地 然后来之前来过吗 来过 来过就比较喜欢华兴这个地方 我们前前华兴我倒是第一次来 嗯 这个泰国的话我们前前后后 圆上这个人就四年了 啊四年每年都来 嗯 一开始是租房子住是吧 就是 就是 来烤柴 啊住住酒店啊 就住什么 对啊 然后就看上这块地了是 来了以后就 到处看房子嘛 嗯 觉得觉得我太太都特别喜欢这个环境 啊 对这种乡村环境 你原来是城市嘛 对吧 城市里呆腻了是 那广州实际上我们也住在 从市中心搬到那个 郊区 郊区去 啊 然后 跟这里比 这里舒服 是吧 诶 广州其实也不冷吧 广州也不冷 不冷 对啊 那这个气候和广州 那今年的话广州就冷 广州的话最低好像是四度 哦也四度今年冷 那怎么会想到到泰国来呢 广州 气候啊什么 其实在我想象当中也挺好的呀 那毕竟好像这里的生活更加休闲一点 更加休闲一点是 啊 然后就到这里来养养老啊什么的 对啊 然后那孩子呢 他们 他们有他们的生活的啊 啊 孩子也成家了吧 对 也都成家有孩子了 对啊 所以他们过他们的生活 然后你们到这里养老 那要不是如果不是疫情的话 过年的话你们回去吗 那肯定回去了 现在回不去了 现在回不去啊 现在回不去啊 哎呦 已经快来吃了 养这两只小狗 相当于用中国的退休工资 在这边消费 那是啊 就是你现在收入来源主要还是就国内的退休工资 还是在这里做些生意 这里没做生意 这里不做生意 就是还是用国内的收入 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养老 哎呀 这也是一种生活啊 这也是一种生活状态 爱哥在广东有一栋楼 啊哈哈哈 有一栋楼啊 包租公啊 我是 我是包租公啊 是的 是的 收不到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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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疫情 有疫情 啊疫情 一年的话你就真是 今年 只是今年呀 吃了很多年了 吃了很多年了 哎 这里的确实是一种田园生活啊 我们都好像能吃这个院子里 鸡蛋花也能吃 对我就是前段时间嘛 就有一个人在我的下面评论 他说泰国好在哪里啊 就是泰国从来没有恶果人 为什么就是我们不是还有什么 闹饥荒啊什么 他们没有 后院里你随便扔点什么东西就会长 你吃香蕉 吃什么什么都有 对吧 他他很方便 那你这些这些东西一旦冒生了 养鸡养狗养猪什么都方便 哈哈哈哈 啥都有是吧 鸡是后养的 鸡后养了上出来还没有呢 哦这个已经不发现跟人玩了已经 宠物鸡了已经是 宠物鸡了已经是 他自己来的 自己来的 自己来的 怎么赶都不走 是吗 就是到你院子里来 对啊 有吃的 哇真的是 那到现在还在这里 又买了四个 陪他 待遇很好 待遇很好 神物 他们泰国的鸡是招财的 招财的 招财的 鸡是招财的 鸡母鸡生蛋 以后蛋不用买了 哈哈哈哈 鸡蛋自由了 鸡蛋自由了 这个地方离海边远吗 能够接近 这里过了 那个路就是大概 直线距离 啊 就两个 那开个摩托车就过去了 嘛 很方便嘛 走路也就两公里啊 难怪你这个地方 我地上我都看到 有什么贝壳啊 什么的都在这里 收集了一贯 哎是这里还有一贯 这都是你捡来的吧 不是买的吧 不是买的吧 小朋友 哇 这就直接开了椰子 哦 他不怕刀 他抢的吃 哈哈哈哈 哎 我怎么笑的也像个鸡一样 真的是笑的声音真像个鸡 哈哈哈哈 笑出个猪就 对笑出个鸡叫 把鸡吓一跳 好 牛牛来 捧着 拿一根管子 管子在哪儿 甜吗 我也尝一下啊 树上刚摘的叶子 嗯真的蛮甜的 哎你尝尝看 我们把那个树 背回去吧 清脉就没有那个 没有叶子树 你们就直接摘了是吧 直接搞了 哎呀 真的是 哇 这个是鸡蛋花啊 看一下 拍一下 哦 这是你自己晒干的吗 对啊 哎呦 喝一下看 喝一口喝一口 鸡蛋花 哎 很香啊 这个是直接晒干就可以了 是吗 不用不用其他架工 不用 然后就可以泡茶 然后这个这个颜色啊 你看这颜色 就是这个茶的颜色 红茶的颜色 广东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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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这儿知道的 王老吉利里面存分就有这个 哦 是吗 啊 王老吉利都有这个东西 外面 哎呦 这是往里拉的 大片的稻田 啊 啊 刚翻过 田里还没种东西 哎呀 这个真的是个田园生活了啊 啊 门口这条路还在修 这边还是土路 那边是水泥路了 地方其实离华兴的市区啊 市中心大概开车过来也就20分钟吧 然后也相当于是在 城郊啊 泰国的城郊 其实离城市都不远 嗯 这么一块土地 然后依赖土地 依赖土地的话相当于2.5亩吧 2亩半 2亩半 1600个平方 然后盖个房子 真的是挺享受生活的 我觉得 就过自己想过的日子 就再做了 一会儿 中期间